张胜文表示,无论用什么旗帜,与谁合作,马华不会再缺席大选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马华总秘书今天放出这样子的豪言壮志,其实透露了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马华现在的立场很明显就是要告诉大家 国政跟马华的这一个态度或者是这一个关系呢 不再是像过去这样铁板一块了 马华现在是有的选的,这个是第一层意识 那张胜文虽然没有讲他们要跟谁合作 不过我们可以推论,张胜文现在这样子的意思呢 就是马华可以继续跟国政合作,或者马华可以跟国盟合作 又或者可以跟西盟合作,当然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 只要有行动党就不会有马华跟西盟合作的这个情况 那除此之外还可以跟其他的这些小政党合作 总之呢就不再是跟国政铁板一块就对了 那这样子的立场呢是马华创党以来 跟国政成为联盟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那OK,我觉得首先如果你不再想成为国政的小弟 这个值得钦佩 那但是如果你想要跑去跟国盟一起玩 这个不要忘记民政党的下场啊 要谨记在心,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如果你还想要花人票的话 就千万不好这么做 OK,那除此之外呢 第二层,第二件事情就是 马华现在很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的基层 他们的领袖呢 现在有了这一个不满意的这一个态度 不满意的情绪 因为据张胜文所说 马华在上一届的这一个六周周选 选择没有参与 导致很多领袖呢 由于他们已经努力了很久 努力了要争取选票 甚至是准备了很久 简单来讲呢 就是他们想要上阵 结果马华就没有让他们上阵 没有参与这个选举 就让他们非常的失望 所以马华现在最担心的事情 其实就是像土团党这样 会被泡沫化 然后呢,这个人心患散 导致最后呢 这些领袖都不再选择跟马华在一起 那么马华就会彻底的完蛋 这个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OK,那交代了马华的 现在的这个情况过后呢 往下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 到底马华有没有这个本钱 有没有这个机会 能够争取下一届大选 一定要上阵呢 我觉得如果是跟着 现在团结政府的 整个竞选模式来讲的话 相当的困难 所以我们大胆的预测 下一届大选 马华真的是有可能会抛弃国阵 抛弃这个巫统呢 自己决定未来要跟谁合作的 当然我们也不要说死 他一定会跟国门合作了 我只是觉得 以目前的框架来看呢 如果继续待在国阵马华 是不太有希望能够上阵这一个议席的 因为所有的这一个华人选区 基本上都是行动党的 这一个胜选的这一个选区 所以你要去抢 在团结政府的框架底下是很难 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跟国门合作 要么跟所谓的第三势力合作 但是有没有这个第三势力 我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搞不清楚了 我认为第三势力现在是摇摇欲坠 甚至是已经瓦解的情况了 OK那不管他跟谁合作了 我们要来看一看马华到底有没有胜算 其实可以看这两个民调 我之前做过两个民调 第一个民调是在10天之前 我就问你支持魏家祥继续为民请命吗 OK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发生在10天前 魏家祥当时候跟公众展示 他不只是在社交媒体上面 就是做做样子 只是在那边给媒体拍照 讲有这个争取华社的这个权益 或者是争取马来西亚人的权益 他还是有通过这个官方管道 去跟首相写信 而且得到首相的这个回应的 所以呢 他想要继续为民请命 我就问大家 你支持魏家祥这样子做吗 那其实我蛮意外的 10%的这一个人呢 是选了支持魏总 支持马华的 OK这个投票有3700个人投票啊 所以马华领袖自己做票的可能性 是很低很低的 因为大趋势已经在那里了 OK那29%的人是 虽然不支持马华 但是支持国会议员 勇敢发声 所以那接近三成的人 虽然不支持马华 但是他们是认可魏家祥 这样子的态度 还有表现的 那剩下57%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人 都是选择不支持 少来这一套 OK这是第一个民调 你来看第二个民调 也就是今天我做的第二个民调 魏家祥表示 KK Mart已经公开道歉了 促请各方停止说三道四 你怎么看 OK 百分之十六的人 选择了好样的支持马华 支持魏总 跟刚刚的那一个 十天前的民调一比 魏家祥多了百分之五的支持 是有一点点的 这个意识在这里的 OK 挺有趣的 那百分之六十一的人选择 虽然不支持马华 但是魏家祥这一次 干得漂亮 那跟刚刚的那一个 民调对比 其实这一个比例 涨了蛮多 涨了一倍啊 从百分之三十 变成百分之六十一 然后马华少来这一套 不要演戏啦 只剩下百分之二十一 所以魏家祥现在 所谓的魏民请命 其实感觉上某种程度 起了一定的效果 那当然这个前提是 建基于马华 没有跟国盟走在一起 这个很重要啊 马华领袖千万要记得 你现在有这一个民调 不代表这一个民调 到时候真的会反映 在选票上面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如果你学民政党 你跟这个国盟 跟伊斯兰党 走在一起的话 我告诉你 这个民调完全是作废的 几乎可以回归到零的 这一个情况 所以呢 马华下一次要竞选 我觉得 OK 这个精神可以鼓励 但是切记 千万不要跟伊斯兰党 不要跟国盟走得太近 最好是不要靠近他们 最好你能够反国盟 反伊斯兰党 那样子的话 你才有这个机会嘛 那为什么我要呼吁 或者是支持马华这样子的精神呢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支持马华 只是我觉得 在这个选举里面呢 它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来的 我们应该要鼓励 有一定的竞争性呢 才会促使各个政党 有进步的空间 那当然如果你是希望联盟 是行动党的铁杆支持者 你一票都不可能会 投给其他阵营的话 OK 那个我尊重你的选择 只不过你要知道 还是有很多中间选民的 那这些中间选民呢 才是在选举里面胜负的关键 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基本盘的 所以中间选民的 这个票的去向呢 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一群人 那么马华现在来看的话 离想要这个所谓的 硬起来 或者是真正能够有复苏的情况 我觉得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那具体来看呢 就是要看马华接下来的表现 马华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双重标准 不要就是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 然后别人都是错的 这一点相当的重要 否则 会有更多的人不喜欢马华 那你之前做的努力呢 基本上也是白费的 那马华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呢 就是只能够继续默默的耕耘 然后如果你真的不要跟国阵一起走的话 那么你也绝对不能够跟回教党 不能够跟伊斯兰党 不能够跟国盟走得太近 那否则的话 前面的东西都是功亏一篑的 那不知道大家是怎样想的呢 你对于这个民调的这个结果是否感到意外呢 如果你真的感到非常的意外的话 欢迎留言111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拜拜